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在加拿大有许多是有华人开办的各种的文化艺术团体 那么这其中就不乏一些以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华文化为目标的一些团体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其中的一家 那么他们的名字叫做东方艺术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 有请到的嘉宾是多伦多东方艺术团的团长David Kuo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电视机的观众部带你交付 大家晚上好 我叫David Kuo 我来自多伦多东方艺术团 今天有机会做客加华视讯 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艺术团的一些资讯信息 以及音乐会的一些情况 谢谢大家 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谢谢 那么首先您提到了是东方艺术团 您是作为团长 然后来到节目 那东方艺术团其实大家比较陌生了 听到这个名字 所以节目的一开始 能不能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我们东方艺术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可以 我们东方艺术团是在去年申请在联邦政府注册的一个非盈利的非牟利的一个业余演出团体 我们东方艺术团的宗旨呢 就是起东方的名字 重点就是要宣传中国的文化艺术 在这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粹 还有中国的特别是民族的舞蹈 民族的歌舞 还有民族的戏曲 还有民乐这些都是我们的办团的宗旨所选的重点的节目 那么我们有好多的在大多地区我们有好多的艺术家加入了我们东方 那么现在逐渐在壮大 我们东方的宗旨就是传承中国的文化艺术 让越来越多的当地的社区的人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的亮点 然后我们可以逐渐的发展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艺术团体 这一个平台希望大家支持 那么您刚刚也是说到了东方艺术团呢 主要呢是以这个弘扬中国的国粹为目标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东方艺术团的就是说怎么样用 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展现这个中国的国粹呢 我们计划就是我们团的计划是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大型的音乐会 或者是晚会 然后不定期呢举办专场的音乐会 比如说声乐方面可以搞专场 那么美声也可以搞专场 通俗民歌也可以搞专场 还有戏曲也可以搞专场 再也就是舞蹈 这些都可以搞专场音乐会 那么重点就是要吸收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加入到我们的团体 那第一个就是有专业的 有一些原来做过专业的一些艺术家 还有这一些就是业余爱好 而且它又有一定的水准 这好我们也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在这个平台里展示自己宣传中国的文化艺术 这好逐渐呢大家就对这个团体呢 就越来越喜欢 而且越来越有凝聚力 那么在在大多地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团体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团体呢会吸收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华人艺术家 加盟 这样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才艺 同时也宣传了中国的国粹艺术 还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 那么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东方艺术团 现在有哪些成员 有哪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艺术家加入到你们 那么骨干成员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可以 我们目前有一位Selina老师 他是在国内是声乐方面的专家 也是声乐老师 那么他是我们的骨干之一 他现在在这里自己开的音乐学校 他兼职校长 这是一位他是学美声的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弗杨娜老师 他在国内是声乐教授 从事声乐教学二十几年 来到多伦多以后 现在在一个学校兼任声乐教师 还有一位Tin的老师 他是在国内是戏曲表演艺术家 他从事过多年的戏曲表演艺术 很专业的 多场演出 而且同时他又是有赤牌的导演 在国内有导演的经理 这样我们现在在一起工作呢 就有好多的专业的技术 你就可以银而紧了 他就support的支持 所以说我们的东方艺术团不仅是定期会举办这个音乐会啊 或者是专场的一些晚会 同时还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团员提供一些培训的课程什么 对 就是我们定期的有分专题 比如说喜欢美声的 现在好多业余音乐爱好者 特别是声乐爱好者喜欢学美声 那么我们就有定期的美声教学 教学课程 比如说通俗的也有定期的通俗课程 只要我们有大课 而且我们也可以老师开小课 就这做一种对艺术团的团员的training和是培训 是 对 好 那么听说呢 在这个7月17号 我们的东方艺术团呢 就要举行首次的这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音乐会了 是 那么对于这一场音乐会 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可以 我们7月17号呢 就将举办东方艺术团的首次音乐会 即夏之声音乐会 那么这次音乐会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 让我们的中国的特色的一些节目 在这个音乐会上展现给大家 那么我们进行精心的安排准备 筛选演员 筛选节目 这个过程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要上这个节目的质量 特别是有代表性的 那比如说 中国最代表的像精细 我们这次就选了几段 几段的几个名段子 其中给大家可以透露一下 《智球又山》里的《打我上山》 这是由著名的我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王洪海老师登场 那么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戏曲的 除了戏曲还有美声的 也有几个歌剧唱段 比如说女高音 著名的女高音永叹调月亮颂 我们这次由我们的菲安娜老师来演唱 那么还有乡村骑士的一个永叹调 也由我们的麦格老师来演唱 那么我将给大家演唱一首著名永叹调 叫《脱撒一滴泪》中文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音乐会 重点的就是以往的音乐会 都是单一的项目 我们现在是有声乐 声乐呢其中有美声 还有名歌的歌唱家和歌手 还有通俗的实力唱将 我们都精选的比较好的歌手 他的曲目也好 而且唱得也很不错的 同时呢 还有我们的我们自己的乐队 乐队演唱几首歌曲 这个通俗美声还有名歌 还有戏曲还有舞蹈 再有就是我们的国粹的 再有另一项最喜欢 大家最喜欢的就是 还有太极武术都有 太极武术也融入到这里 也融入到这里面了 我们有专门的太极大师表演的 单独的独人的太极 还有机体的武术 所以说这个节目筛选的就欢迎很多 是 也就是说有机体节目 也有团体节目 有独唱的还有小合唱 小乐队都有 形式多样 就是根据观众的胃口 你可以同时欣赏了通俗 又欣赏了美声 又欣赏民族 还看了舞蹈 总有一款适合你 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 你主人说的对 是是是 好 那么这个这场音乐会 看来这个形式多样 足以吸引大家的眼球 那么这场音乐会的时间和地点 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去能够看到 这场音乐会 时间就是在七月下个月的七月十七号 地点呢就是就在莱斯利和 美着美看的有一个Cosmer Store 一位Store叫Cosmer Music Hall 在那里举办 时间是七月十七号下午三点开始 到五点 这个时间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看 对 任何人 对 好 那么节目的最后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对于东方艺术团的 一个发展的目标和期望 好 谢谢主持 我们的东方的艺术团的宗旨呢 就是以弘扬中国这个 传统文化为己任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在这里建这个平台 那么我们华安的一个 比较有水准的一个演艺平台 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 到这个平台来 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还逐渐地 还有希望逐渐地 深入到各个社区 包括西人的 然后给他们演出 这个他们特喜欢 因为我们6月4号 在马克汉姆市音乐节 我们就搞了一场 给我们一个小时的专场 特受欢迎 特别是中国的舞蹈啊 那些很多人看的 而且效果特好 那么这个 这是我们的方向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将来能发展成 跟国内连起来 我们现在正在 因为我们有这个人力资源 我们现在正在 跟国内一些大型团体 演出团体建立业务联系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有可能引进一些 中国这些 比较够级别的 够水准的一些节目 过来到这里 我们联合来演出 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么总的原则就是 能够让 让当地或北美 或者在深入在这里的 西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在这个平台上 能看到中国的 重点是中国的文化艺术 不断地发展 壮大 而且吸引更多的观众 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David 跟大家呢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们东方艺术团 以及7月17号的 这一场音乐会 那我想在这个 多伦多艳阳高照的夏天 去听一场展示 中国国粹的 雅俗共赏的音乐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